一名男子在路上被人跟踪并绑架 特殊受害者小组接到报案通知的时候 受害者阿里山卓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并苏醒过来 而从他这里得知绑架他的那些人不仅把他强奸他 还把他扔在街上自生自灭 那些人知道他的名字 可他却完全不认识他们 只知道他们应该都是西班牙裔 看起来像是街头的混混 因为受害者是一名同性恋 所以警察们推测这应该是专门针对同性恋的仇恨犯罪 于是他们就对最近发生的仇恨犯罪案进行了调查 发现两周前有一起案件和这次的案子的作案手法一致 并且据受害者描述袭击他的也是一群西班牙裔 看来这可能是某个帮派的入会仪式 因为袭击阿里山卓的那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人认识他 于是费恩就调查了阿里山卓的朋友和家人 发现他表妹的男友塞萨尔是一名帮派成员 于是警探们就将塞萨尔传唤到警局配合调查 一开始塞萨尔还什么都不肯说 可警探们去他家搜查的时候发现了一把没注册的手枪 阿玛罗威胁要把他怀孕的女友以私藏枪之罪送进监狱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在监狱里出生 塞萨尔只能招了供 于是很快另外的几个参与袭击的帮派成员就全都落网 而这起案子也可以到此结案了 然而让警探们都没想到的是 就在罪犯们落网的当天晚上 竟然又出现了一名受害者 可就连受害者西姆斯自己也很困惑 新闻上不是说绑匪是针对同性恋的吗 可他明明不是 那这些人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回到警局 警探们研究了一下这起案件 因为绑匪只是将西姆斯打了一顿 并没有性侵他 并且袭击的地点也和之前完全不同 所以奥利维亚认为 应该是有人想借着最近的仇恨犯罪浑水沐浴 而因为罪犯明显就是在实施报复 所以他们就对西姆斯的人际关系进行了调查 从西姆斯的背景档案里看 他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 最近刚和他的律师妻子分居 于是奥利维亚就和罗林斯去找西姆斯的妻子了解情况 虽然这对夫妻的感情已经破裂 但女人却十分肯定西姆斯不是同性恋 而他之所以离开西姆斯也并不是因为感情上的问题 而是因为西姆斯是个对工作极其没有耐心的人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在华尔街工作 可三年后他却因为觉得生活没什么乐趣就跑去当老师 这已经让他们的生活水平大跳水了 可没想到几周前他就连学校的工作也辞了 而理由又是想要去尝试做些其他的工作 景他们显然并不相信什么为了兴趣辞职的鬼话 而为了搞清楚西姆斯辞职的真正原因 他们就去学校进行了调查 可校长却对西姆斯辞职的原因会莫如深 甚至还搬出了法律顾问 看来西姆斯辞职的事肯定没那么简单 要不然校长不可能这么紧张 就在这时两人在学校的照片墙上 发现了一张西姆斯和另外两个老师的合照 一个是乔安娜 刚刚他们在校长办公室已经见过了 另外一个应该也是这里的老师 于是两名警探在放学后找到奈塔利 希望他能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 可奈塔利却说西姆斯没和任何人说过他离职的原因 他也只是隐约听说有个学生似乎是举报过他 得到这条线索后 两名警探就将西姆斯传唤到警局配合调查 眼见警察已经把他当成了涅带儿童的变态 西姆斯只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出来 三周前 乔安娜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说有个学生举报他 可至于这个学生是谁 举报的事情是什么 他们却只字不提 可在老师这个行业里 只要被指控就意味着有意 所以被逼无奈之下他才选择了辞职 就目前掌握的线索来看 很可能是某位学生的家长在得知西姆斯猥亵孩子以后对他进行了报复 所以想要找到是谁袭击的西姆斯 那首先就要找到举报他的那个孩子 因为来这所学校上学的基本上都非复即归 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被猥亵了学校不可能压得下来 所以应该是某个寒门子力 这样算来警探们需要排查的范围就小得多了 于是在探访了几个学生家长后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卢卡 因为西姆斯不想将事情闹得人尽皆之 所以并不打算起诉卢卡的父亲 但警探们却不能无视一起而同猥亵案 而为了了解卢卡和西姆斯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奥利维亚和阿玛罗就和他单独进行了谈话 从卢卡这里得知一个月前 西姆斯因为成绩的事叫他留堂 还说像他这样的孩子来这种学校上学肯定很不容易 他可以额外照顾他一下 但前提是卢卡也得照顾他 得到卢卡的证词后 两名警探就将西姆斯逮捕 并带回警局进行了审讯 可西姆斯却不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他猥亵过卢卡 于是为了证实这件事 警探们只能再次来到学校寻找线索 从校长这里得知卢卡最先是和奈塔利举报了西姆斯的事 于是两人又找到奈塔利 而因为得到了校长的默许 所以奈塔利就将所有他知道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他当时是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卢卡的异常的 于是他下课后就询问了卢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当卢卡把西姆斯的事告诉他后 他就领着卢卡将情况汇报给了他的直属上级乔安娜 得到这条线索后 两名警探又找到乔安娜再次确认 虽然乔安娜和奈塔利的说法基本一致 但却在描述卢卡和西姆斯独处的细节时和奈塔利说的有出路 这让两名警探立刻觉察到了不对劲 而如果他们没猜错的话 卢卡应该是在说谎 就在警探们研究卢卡为什么要陷害西姆斯的时候 没想到他却自己来警局坦白了 原来真正猥亵她的人是乔安娜 而他之所以拿西姆斯来当挡箭牌是因为他惹不起乔安娜 他是高中部的头 要是举报他 很可能会被学校开除 因为卢卡之前对西姆斯的事说了谎 所以警探们并没有像上次一样相信他的话 于是为了证明他这次说的是真话 卢卡不仅详细地描述了乔安娜家卧室的样子 还说出了他大腿内侧有个胎记的事 于是得到卢卡的证词后 警探们就对乔安娜家进行了搜查 而不论是卧室的样子 还是乔安娜腿上的胎记都和卢卡说的一模一样 将乔安娜带回警局后 两名警探就对他进行了审讯 可没想到还没问几句乔安娜就晕倒了 而等他们想等他醒来以后再问的时候 他的律师已经将他保释出去回家养病了 没办法警探们只能再从其他方向寻找证据 据调查乔安娜是三年前从另外一个学校转过来的 于是奥利维亚和罗林斯就去乔安娜之前工作的学校了解了他的情况 而从校长这里他们竟得知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原来乔安娜离开他们学校并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 是因为他爱上了学校的一位女老师 而对方结婚后 乔安娜因为受不了与他整日相对所以就选择了离开 这个事实让警探们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如果乔安娜喜欢女人的话 那他就不可能去猥亵卢卡 可卢卡又是怎么知道乔安娜那么多私人细节的呢 看来这中间应该还有一个人参与 而这个人应该和乔安娜非常熟悉 甚至可能还有过很亲密的关系 就在这时奥利维亚收到消息 乔安娜因自杀未遂被送去了医院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奥利维亚再次找到乔安娜 而经历了生死的乔安娜也终于决定说出事情 原来奈塔利才是策划整件事的人 原本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可没想到他却在无意间发现了奈塔利和卢卡的事 奈塔利和他保证以后绝不再犯 所以他就放了他医码 可没想到后来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罪名转嫁到西姆斯和他的身上 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探们准备将奈塔利传唤到警局配合调查 可没想到还没等他们行动进幼出世了 为了阻止卢卡做傻事 警探们立即赶往学校 实验室里的情况十分危急 卢卡因为奈塔利想要抛弃他 所以情绪激动之下就杀了他 而因为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卢卡还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奈塔利显然已经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付出了代价 可卢卡却不应该为此赔上自己的生命 于是阿玛罗只能耐心地尝试安抚卢卡的情绪 我爱她 我爱她 真的 不够 müssen 尽 oft wan受不了 尽 faith 可 你 inspired 怎么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